百合是一个19岁的单亲妈妈,孩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为了凑钱救孩子,她不惜卖器官,将自己卖给爆发户,然而这些方法统统没用。 撰稿人刘南知道她的遭遇后,想要将她的故事写成小说,于是她多次去到百合的家里进行采访,面对采访百合没有丝毫害怕,她坦然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。 几年前她辍学到深圳打工,认识了名叫龙仔的卡车司机,两人在一起不久便开始同居,很快百合怀孕了,可就在她临盆之际,龙仔消失不见。 百合挺着大肚子在卡车后运站等她,连着等了半个月也没等到人,她为了养活自己和孩子,只能去拉面馆打工挣钱,她手巧学东西很快,但老板担心她把孩子生在店里便把他辞退了。 无奈之下,百合只能收拾东西离开,回到宿舍,她的羊水突然破掉,没钱去医院就自己躺在床上应声。 险些因为难产,一失两命,好在她的好姐妹金宁前来找她玩,正巧看到这一幕便把她送到医院抢救。 孩子虽然生了下来,可她也因此欠了小姐妹们很多钱。 金宁非常仗义,不要她还钱,但百合很有原则,杀人偿命欠债还钱。 于是,在养孩子和还债的双重压力下,她开始四处找工作挣钱,找到一处厂里,追着厂厂帮忙。 厂长也没直接拒绝,她让百合把孩子送到老家给妈妈帮忙带,这样就可以来上班了。 但百合妈妈因为百合是个女儿,根本不待见她,跟后爸生了个儿子后更是如此。 看厂里不收,她便抱着孩子到招聘中心。 但学历不符的她只能匆匆离开,出门遇到一个大姐招工。 她跟着大姐来到一辆面包车旁,里面的大哥二话不说地抱走孩子,说可以给她三千块钱。 还没工作就给钱,有这等好事。 原来,大哥大姐是想买孩子,见她不愿意卖,大哥拉着她按下手印便开车离开。 百合着急地拉着车子,让两人把孩子还给她。 担心惹出事的大哥只能停车。 受伤的百合到医院处理伤口,她顺带让医生帮忙听听孩子的心跳。 医生一听,发现孩子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,赶紧让她带着孩子去大医院。 百合跑了三家大医院,都说需要八万元的押金。 这一笔钱对她而言如同巨款,于是她便找金宁一起帮忙想办法。 两人直接打上了磅大款的主意。 正巧,咖啡馆外坐了一个大叔,百合跑过去说,你给我八万块钱,让我干啥都行。 大叔并没有给她钱,而是给了她一张名片,让她去她的酒楼营币。 结果刚开始工作,便接到托儿所电话说孩子生病了。 她匆匆回家,把孩子带到医院。 医生检查说情况十分紧急,可百合并没有八万元。 召集上头的她,看医生人挺好,医院也正规,便把孩子遗弃在医院,心想孩子应该可以得救。 能想,旗袍上有酒楼名字,她刚回酒楼就被医院抓回去狠狠教育了一顿。 虽然医院没有报警,但也因此丢掉酒楼工作。 这下百合只能重新想办法挣钱, 金宁把她带到一个爆发户田老板的征婚现场。 田老板一眼就看上了她,百合有些害怕,匆匆跑出去。 但在金宁的劝说下,她还是选择跟田老板回家。 她开口向田老板要八万元,说是要给孩子治病。 田老板不能接受这点,给了她五千块钱,便让她回去了。 但百合什么也没干,不好意思拿她钱。 趁她没在家,把钱塞进了门。 万般无奈下,百合决定卖肾,她背着金宁悄悄联系上中间商。 得知可以卖二十万后,她不再犹豫,果断去医院做配刑。 这哪里是医院,根本就是个非法诊所。 刚进门,医生就让她松开裤腰带化验。 百合有些怀疑,但还是稀里糊涂,交了一千元进行配刑。 正当医生给她抽骨髓时,金宁赶了过来。 她恨铁不成钢地扇了百合一巴掌。 但她是个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,打完就开始帮她想办法挣钱。 只是,这个挣钱的方法似乎有些不大聪明。 她干脆地转身走向马路,一辆车便撞了上来。 司机是个怕事的小伙子,二话不说地便把现金全给了她。 金宁也不客气,拿着钱一瘸一拐地走了,还念叨着,笨蛋,连个人都不会撞。 小伙子表示,真的冤枉。 迈身也不行,百合彻底走投无路,决定丢掉孩子,让其他人救她。 于是,她把孩子装在纸箱里放在公园。 她在餐厅看了一会儿,觉得有些心酸。 走出去抱着孩子,伤心地哭了起来。 百合很想把孩子抱走,可她不能。 一旦抱走,孩子就没人救。 哄好孩子后,她又躲到树后面。 这次,过来的是一对夫妻,他们四处没看到人,便把孩子抱走了。 百合跟着两人回到住处,看到两人住的环境,也不像能拿出八万元,她直接冲进去抱回孩子。 心善的夫妻得知情况给了百合八百元钱,可孩子至今依然没能得到治疗。 刘南提出把她的事情写成文章,登上报纸和网站,让更多人知道她的遭遇,来帮助她。 百合不想透露自己的名字,但也没拒绝刘南的好意,因为她的房子是租的,也没有电话。 刘南便把自己的手机给了她,希望凑够钱时能跟她联系。 三个月后,网站上的好心人已经募捐到八万元,刘南便准备打电话告诉百合。 本部影片与其他不同,导演在结尾拍摄了三个结局,给予了观众最大的选择性。 第一个,刘南联系百合,然而接电话的却是金灵。 从他那儿得知,百合因为贩毒被抓,原来,有个强哥让他帮忙带点东西回云南,一旦送到便给他八万元钱。 百合不知道里面是毒品,便帮着送了,直到被警察抓住才知道是毒品。 而孩子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得到了治疗,暂有金灵抚养。 百合说,以前他的愿望是开一个拉面馆,挣很多钱,变成一个城里人。 可他现在只希望,一辈子也不让我点挖指的,他用了这样一个马。 第二个,刘南在豪华别墅见到百合,他已经嫁给大叔,而孩子成功致好。 百合还怀上了大叔的孩子,刘南对此有些难受,但选择理解。 第三个,得知凑齐钱的刘南赶紧打电话给百合,电话里传来他冷漠的声音。 他说,用不着钱了,孩子已经没了。 还不等刘南反应过来,电话便一话断。 兜兜转转,不论哪个结局,都是悲惨的。 百合救了自己的孩子,却是以他的一生作为代价。 而他如果没有向现实妥协,孩子就会永远地离开他。 或许百合从开始选择跟龙仔在一起就是错的。 第一步走错,后面每一步都跟着错。 那么三个结局,你会选择哪一个呢? 本期视频完,这里是小薇讲故事,我是小薇,欢迎您的收看,请多多支持,我们下期再见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